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市新生南路派出所临线远景也前往活动现场 准备指赶围停车辆 疑似警车入错岛 也没拉手刹车就下车 导致车辆倒退 撞上后方主办单位的高级豪车 一动传出遭中的是要价915万的宾市麦巴赫 目击民众都捏了一把冷汗直呼赔死了 不过查证以后原来这是一般的宾市 2016年出厂当年新车价为475万 本水远景到场后驱赶车辆微停 于下车时不胜未将首刹车拉起 导致车辆滑行撞上后方车辆 全案由本分局交通分队 一规定受理 另远景违反相关规定部分 一规定查处 尽管车款和原先传出将近千万元的豪车有差距 但百万宾市车损费用也是付少钱 外界后期警方需要自行负担吗 但分局表示不会让远景赔偿 因为每间警局都有运算替警车投保 不过警车撞上宾市也先起话题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